越南佛教明德慈善基金会第19次的议诊 在越南中部的广治省连续两天举行 包括了议诊发放总共服务了5300人次 很多越南佛教界人士以及民众不远千里来支援 更可以看到来自台湾志工团的爱心 议诊第二天等候看诊的队伍绵延了将近一公里 80岁的黎世莲行动不便 孙女陪着她看看医生的毛病是否能够治愈 第一次到越南的太极大龙法师 本身具有诊疗师执照 抱着传法的心服务越南人众 一诊现场都特别都忙得不可开交 志工穿梭各诊间 年轻的冯黄欣花了14个小时的车程 才圆满当志工喜悦 各国佛教团体的支援共同成就这场议诊 让有需要的评定民众真正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大约新闻这是米志工张嫦娥张艺川越南报道